失智症經常發生在年長者 值得注意的是 年紀大不一定會得到失智症 因此提早做好預防 儲存腦本觀念非常重要 我們的腦跟我們其他器官一樣 都會老化 可是每個人老化的速度不一樣 老化速度越快的話 你的認知功能就會衰退 那更嚴重的話就可能會造成失智 所以這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老化 有位76歲的老太太 因最近記憶變差來到門診就診 她的家屬說她時常詢問同樣的問題 才剛回答沒多久又再次詢問 問到家屬失去耐性 老太太也感到很無奈 就診的過程中 家屬不斷的抱怨老太太記性不好 老太太委屈的坐在一旁 經過腦力評估 發現老太太的短期記憶 較同年齡同教育程度的長輩為差 因此診斷為輕度認知障礙 就是因為老年人口的逐漸增加 所以實際上大家很多都會面臨到一些 神經退化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針對這些神經退化的疾病 我們希望盡早能夠在年輕或者中年的時候 加以預防 阿茲海默症的有毒物質 就是類澱粉蛋白的累積 其他造成失智的刺發性原因有 腦中風導致的血管型失智症 頭部外傷 慢性酒精中毒 中枢神經感染 水腦症等因素 当年齡越高 神經退化疾病的盛行率也越高 目前神經退化疾病 都是因為神經細胞內 無法排泄有毒物質 造成有毒物質累積 傷害神經細胞 導致神經細胞較早就死亡 因此產生認知功能退化 造成失智症的危險因子 在早年為受教育程度較低 在中年的危險因子則有 聽力障礙 頭部外傷 高血壓 酒精濫用 肥胖 在晚年的危險因子 包括抽菸 憂鬱症 社交孤立 不運動 空氣污染 糖尿病等因素 根據研究的統計 失智症的可調整因素 約佔40% 那其他60%的因素仍是未知 因此若是要保護腦健康 就必須從已知的危險因子 開始預防 台大教授曾文藝積極推廣腦健康 希望每個人都能成功 優雅老化 他認為簡單易行的 777大腦保健法 可以從運動 飲食 生活習慣 增強腦力 扭轉 大腦健康 可以維持我們的大腦的健康 這個777就是三個七 第一個七就是 每天走七千步 運動的意思 那運動的量大概就是 一天走七千步的量 那第二個七就是 每天吃 每餐吃七分飽 七分飽 我們古人有一個說法 就是吃得七分飽的話 就是快樂活到老 那第三個七就是 每天睡足七小時 睡眠很重要 促進大腦健康的因素 就包含健康的飲食 比如說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 地中海形飲食 那再來就是要規則的運動 對於大腦的健康來說 並沒有哪一種運動一定特別好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規則 然後能夠持續的運動 運動分為三大類型 有氧運動 阻抗運動 還有伸展運動 一般而言 有氧運動有最多的研究 支持 能夠改善大腦的健康 促進認知功能 甚至預防失智症 講到有氧運動 一般民眾最喜歡的 就是散步 然而散步並不算有效的運動 充其量它只能叫做活動 對於促進大腦的認知功能 效果有限 目前藥物大多只能延緩腦力退化 仍無法治癒失智症 一時提醒保護腦健康 需要多管齐下 提早做好預防措施 可降低未來罹患 失智症的機率 TVBS新聞 張正安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